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亚居 昆盈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311集 阴阳关报归战 这一战足足打了数日之久 打到最后杨凯连龙身都无法维持了 逼不得已只能以人形争斗 数日之后 阴阳关这边才明今受兵 短暂的安宁 两族将士皆在休养 末祖一日不退兵 阴阳关便一日不得安宁 好在如今老祖终于回归 虽说老祖又一次重伤在身 逼不得已烦恼还童 但带回来的消息却让阴阳关这边士气大振 穆光王主在之前与老祖的交手中 同样被打成重伤 如今正在那王主及末朝中沉眠 换言之 这一次的大战 穆光王主是不会再出面了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老祖在墨族腹地那边 先后斩杀了祖族五位墨族御主 这对墨族来说可是难以估算的损失 而且阳开还孤真一人 毁了差不多十座御主及墨朝 连带着几百上千座领主及墨朝也跟着枯萎 先后斩杀墨族数十万 墨族附近那边如今一片焦头烂合 大量领主聚集在幸存的御主及墨朝附近守护墨朝 这才是动摇墨族根基的创生 以往每一次墨族围攻人族关爱 之所以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主要是因为墨族会源源不断地 从后方增派兵力过来支援 如今被阳开这么一闹 能够增派过来的兵力自然大幅度削减 甚至可以说墨族那边为了防备未来力量出现断增 未必会再增派太多兵力过来 若真如此的话 那这一次的大战或许用不了多久便会结束 没有后方增援的墨族大军 又怎经得住人族的消耗 一旦战场上出现了无以为续的情况 墨族必然要撤退 是已得知这些消息之后 阴阳关将士皆都振奋不已 而阳开孤身深入墨族腹地 捣毁那诸多墨朝营救出三百多炼器士 其中更有三位炼器宗师的壮举 对人族来说亦是已简难以估算的大功 博星河等人已被阳开从小乾坤中放出来了 如今都被安排到了炼器店中 修缠那些在战斗中出现损伤的战戒 博星河等人本是七品 在阳开的要求下自战修为 跌落至六品 只为了能够藏身在阳开的小乾坤中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需有玄平灵活 自然就可以恢复至原本的品气 大战如火如荼 两族将士几乎是每日都有数十起小规模的交锋 隔上时间半月便会大打一场 严格来说 这是阳开第一次参与人族首官之战 上次毕落关那边 他虽然也有参与 但那一次前期之时 他一直在毕落关协助完善驱没舰 带到好不容易能够偷抹出关参战 还好巧不巧地发现了墨祖王主的行踪 结果直接引爆了一场决战 更因为他的缘故 让墨祖大军损失惨重 一战停定了大局 这一次不一样 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和运气 虽说如今大事在阴阳关这边 但想要彻底击退墨祖大军 依然任重道远 好在墨祖王主位置战场 墨祖大军的调度似乎也有些制色 许多墨祖御主率领自己麾下的大军 都是各自为战 难以形成有效的配合 阴阳关将士利用这一点 往往能在战场中占很大的便宜 整个阴阳关所在的区域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绞兽机 每一次大战的爆发都让无数墨祖陨座 人族将士亦有死伤 不过因为有战舰的防护 所以数量并不多 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阳开是毕落关将士 在阴阳关这边没有自己的编制 不过唐秋作主将他暂时安排在了徐灵宫的小队中 一次次随着队伍的参战 阳开深刻见识到了战场的残酷 自然这样惨烈的战场 在他成长生涯中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 当年大魔神霍乱星界的时候 整个星界的舞者都被卷入进去 那一次星界几乎崩碎 亿万舞者将近灭亡 最后还是诸位大帝齐出战 才制止了大魔神的疯狂行为 然而这种事 无论经历多少次 都能给他带来新的感触 徐灵宫小队因为阳开的家住 斩敌无数 每一战都能捞取海量战互 长时间的征杀 让每个人组将士身上 都凝聚了难以言喻的杀气 而这种杀气 一旦在战场上爆发看来 往往能威慑莫俗的心神 出战 休战 再出战 再休战 周而复始 阳开几乎已经忘记了时间 抓紧每一分可以利用的功夫 要么在疗伤 要么在杀敌 每一次战斗 他都是冲杀在最前方的 每一次休战 他身上都变不伤痕 不过因为身负龙脉 和不老数精华的缘故 无论他的伤势多么严重 只要不是致命伤 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 他的付出为整个徐灵工小队 带来了安全的保障 激战至今 徐灵工小队无一人检员 甚至很多时候 除了他之外 都没有其他人受伤 所取得的战果 却是数倍十几倍 与其他的小队 汤秋曾忙里偷闲找过他 告诉他 若是愿意的话 随时可以返回碧落关 因为他虽然可以算是 阴阳关的半个弟子 但在这末之战场上 本身编制还在 毕落关那边 是毕落关的将士 阴阳关将他戒调过来 主要是为了打探 末族战舰和炼制战舰 炼气师的情报 如今这个任务 杨凯已经完美完成了 阴阳关的战事 是与他无关的 阳开若是愿意走 阴阳关自然是没有立场 强留下他 阳开自然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相对于返回碧落关中 无所事事 他更愿意留在这里杀敌 敌人之力虽然微薄 但只要每个人都多付出一些 早晚有一天 能将墨族赶尽杀绝 战场萧乱 天地伟力和墨之力的涌动 此起彼伏 人族战舰与墨族大军彼此绞杀 数不尽的墨血 洒落虚空 又一次大规模战事爆发 阴阳关四路大军 骑出遏制墨族的疯狂势头 阳开与徐灵宫 还有另外一个换作 纪妙彤的七品开帖 呈三角之士 游走在战场之上 纪妙彤是徐灵宫小队的副队长 是一位女子 阳开当初被徐灵宫小队 护送前去拦截黑渊大军的时候见过 虽然不算多么熟悉 但这么长时间下来的生死与共和同心作战 也是结下了一些情意 对阳开的汉友 纪妙彤是极为佩服的 私下里更是不令赞誉 三人的中间便是徐灵宫小队的战舰了 战舰之上配备了一些五品和六品开帖 徐灵宫的弟子青葵和苏映雪二人也在其中 三人呈三角知识 既是守护战舰 亦是在借助战舰之力杀敌 而且若是立有古代知识 还可以躲进战舰内暂时休养 这一场大战爆发已经半日功夫了 杨开等人也在外杀了半日 他的情况还好 游有余力 然而无论是徐灵宫还是纪妙童物 都明显有些难以威胁 纵然之前陆续服用了许多恢复力量的灵丹 可高强度的消耗 也让他们的小乾坤的力量难以得到补充 不过应该也用不了太久 人族这边就会收兵 到时候自然可以回关内好好休养一阵 而经过这么长日子的交锋激战 墨族大军的数量已经大幅度削减 所遇到的抵挡也没有最初那么激烈了 墨族的御主及强者 基本上都有八平总振们盯着 所以战场之上只要大家小心谨慎些 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某一刻杨开长枪刺出 一位迎面袭来的墨族领主抱为血乎 浓郁的墨血淋了他一头一脸 不是杨开防护不了 只是懒得浪费力量去防护而已 反正墨之力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身负世界术紫术 即便将他泡在墨血之中 他也不会被墨化 抽枪之时 杨开忽然心头一动 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入墨之下 那边人族将士与墨族打得不可开交 一道腾挪 灵活的身影映入眼帘 很快又消失不见 杨开微微皱眉 不知是否错觉 他总感觉那道身影有些眼熟 来不及深思 又有一脚对墨族从侧面袭来 杨开连忙收敛心神 还强迎上杀出一个血海尸身 果不其然 片刻之后 阴阳关方向传来收兵的指令 随着徐灵公一声令下 战舰调转方向朝关内持去 后方墨族虽在追击 却难挡三位七平开天的凶规 只追了一阵 便不敢再上前了 不大片刻功夫 一个个小队冲回关内 战场之上 只留下无数墨族的尸体 宛若炼狱 各自好好休养 随时准备再战 我去修正一下战戒 徐灵公说完 将诺大的战戒 收进自己的小乾坤 朝炼气殿那边刑去 这一战小队成员 虽然没有损伤 但战舰却多出破损 需要炼气殿的炼气师们 修补一份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封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亚居 发明听众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 明年 二三 importantes 冲